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联储主席布拉德表示 美国劳动力市场表现非常好 过去一年部分通胀指标有所上升 那更多因素都在支撑着美联储缓慢加息 而不是不加息 那英国退优公投并不会对美联储的决策造成影响 同时美联储的旧金山联储威廉姆斯也表示 预计2016年美国的GDP增速为2% 那美国也已经基本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 并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内通胀将会达到2%的目标 逐步缓慢的加息是正确的策略 那他表示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加息两到三次 而明年可能考虑加息三到四次 这样的加息节奏无疑是适宜的 好 技术面上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黄金价格在昨日收出了一根比较不确定的阴线 那虽然目前价格在大三角整理之后 有一点向下突破的迹象 但是昨天也是受到了前期低点及60日均线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金价是有所期稳 那目前的话也是建议投资者短线还是以观望为主 仅防金价的一个向下的假突破的可能 那我们在下方关注1243.65 上方则关注1260 那短线的话也可以关注1252这一前期的阻力作用 下方的话我们还是关注黄金分割线1235的位置 如果价格向下的坚决突破 我们再去考虑一个后市的空头跟进的动作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镑 虽然昨日英镑的会价创出了短线的新低 但是在下落的过程中延续性欠佳 那么反弹的力度和幅度也是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看到上影线也比较长 下影线也比较长 然后限制了短线区间内下落空间的进一步展开 那这边的话也是建议投资者 关注英镑的一个区间内的震荡的动向 那下方还是1.44的一个整数关口的支撑作用 那上方的话还是关注昨日的高点在1.455的位置附近 好 美元队日元的话 昨天也是收出了一根大阴线 显示出限制了中期的一个反弹空间 那美元队日元在冲高到110.60未果后 反转向下 短线创新高 预阻也是爆发了非常强的下落动能 限制了短线的涨势建议部展开 那上方的话我们仍需关注110关口的整数压制 以及60日均线的阻力作用 那下方我们则关注布林带的中轨 以及108.38一带的支撑作用 后市中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本周四5月26日北京时间22点 美国公布的4月耐用品订单月率 及当周出挺失业金人数 或对金价的短线造成一定的影响 本周五5月27日北京时间22点 美国第一季度GDP年化纪律将出炉 而美联储主席叶伦的讲话 也势必会对会市产生巨大的影响 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好 感谢大家收看 今日的市场行情分析 如果有疑问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谢谢